冰天雪地里 男人用小刀割开子弹 把蛋壳里的火药铺在木板上 紧接着 他将枯树枝盖在火药上方 随后把空蛋壳架在树枝上 用刀尖抵住蛋壳的底部 最后用石头撞击刀柄 随着刺拉一声轻响 木板上的火药瞬间被点燃 男人被吓得一哆嗦 但很快又变得狂喜 不停地朝树枝吹气 成功升起一堆熊熊大火 他急忙脱掉石头的衣服 却并没有急着红干 反而强忍严寒 拿起地上的酒壶喝了一大口 随后又把剩余的酒 统统倒在胳膊的伤口上 强烈的疼痛 让男人忍不住大吼 险些昏倒在地 但他并没有立刻包扎 而是死死地咬住一块破布 接着 拿起巨大的猎刀扎进伤口 强忍着剧痛不停撬动 居然从小小的伤口里 撬出一枚硕大的子弹筒 可这还没完 男人又将猎刀放入火堆中炙烤 烧得滚烫之后 把刀死死地按在伤口上止血 高温让男人的胳膊冒起阵阵白烟 疼得他两眼发黑 晕了过去 波之过了多久 一阵马蹄声 将男人从昏迷中惊醒 他明白 这是追杀自己的人来了 于是急忙穿好衣服 躲到树上 男人刚藏好 一个胖子就循着脚印追了过来 他紧张地看着下面的胖子 同时用四个指头捏住裂刀 再故意扯开伤口 任由鲜血 顺着左手落到雪地上 胖子好奇地抬起头 下一秒 小年轻虽然伤得很重 但并不致死 可老板居然还手就是一枪 宁愿对同伴痛下杀手 也不想耽误追捕男人的时间 小年轻到此也想不通 一向温和的老板 为何会对自己下如此毒手 持枪劫匪 让两手空空的男人交出钱财 可男人非但不害怕 反而让他滚蛋 劫匪怒了 举起手枪对准男人的后脑勺 可男人丝毫不慌 缓缓将手放在刀柄上 居然想用刀子和劫匪的手枪对抗 下一秒 劫匪死后 男人继续上路 他找到一处工地 凭借风尘仆仆的外表 成功地混入其中 然而男人这么做 并不是执行什么特殊任务 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跑到餐桌旁 抓起食物就吃 吃饱喝足后 还不忘顺走一个鸡腿 完全没有以刀敌枪的高手风范 不料就在男人准备离开时 却突然被包公头拦住 他心想 自己就是偷吃点东西 包公头也不会怎么样 谁知对方不讲武德 居然一棍子将他撂倒在地 等男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捆在了帐篷里 他的随身物品 被看守者肆意地翻弄 看着对方不太聪明的样子 男人心生一剂 他用言语激怒看守者 将其骗到自己跟前 随后 打倒看守者后 男人用脚踢回刀子 慢慢割断绳索 随后穿戴整齐地走了出来 他来到隐秘处观察情况 发现一直追杀自己的杀手 也来到了这里 与此同时 包公头也发现男人逃走 这下有两拨人都在找他 但男人毫不慌张 只见他反复腾挪 不断藏身于事业盲区 成功躲过众人的搜查 然后从马厩中顺走一匹马 扬长而去 夜里 男人在荒野上席地而睡 虽然已经暂时甩开了杀手 但他却依旧睡得很不安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似乎陷入了不好的回忆 南北战争期间 男人是一名北方军的将领 而此时的杀手 已经脱离南军 成为了一名农夫 但男人却没有就此放过他 而是带兵烧了杀手的家 然而男人没有注意到的是 房子里还有一个婴儿 杀手的妻子 与大儿子喂救婴儿冲了进去 很快 熊熊大火吞噬了整个房屋 被控制住的杀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儿被烧死 内心的痛苦 使他想哭 却哭不出声来 一旁的男人也很震惊 愤怒地拉过手下询问 可没想到 自己的手下 根本不把南方人当人 对此毫不在意 男人的心中充满了愧疚 可是一切都无法挽回 从这一刻开始 他与杀手之间 已经不死不休 男人骑着马 在荒原上艰难地行走 长时间的跋涉 使他和马儿疲惫不堪 男人看了看后方 在确认杀手没有追上来后 拿出水壶大口的喝水 然而就在此时 他坐下的马儿 却承受不住连日的奔波 瘫倒在地 男人的水也因此洒落一地 他看着不停喘息的马儿 决定帮他消除痛苦 于是用刀 缓缓地划开了马儿的脖梗 没有马匹 男人很快就会被杀手追上 然而他却没有一丝慌张 似乎已经有了办法 过了一会儿 杀手和同伴来到了这个地方 映入他们眼帘的 是一具被掏空内脏的马匹尸体 正当杀手的同伴疑惑时 男人突然从马度里钻出来 用刀控制住他 男人本想以此威胁杀手交出枪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杀手却突然开枪 将同伴打死 男人的手中没有了筹码 只能放开手中的尸体 跪地求饶 可他不知道 其实杀手刚刚用掉了 最后一颗子弹 男人还想说些什么 但杀手却直接一圈 将他打倒在地 随后继续举起枪 就在这时 男人一脚将他踹倒 紧接着 两人便扭打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缠斗 男人成功控制住了杀手 他举起猎刀 却因为内心的愧疚 迟迟下不去手 于是只好收起刀子 牵着马离去 走之前 还将最后一壶水 扔给了杀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 男人来到一处水洼边 极度缺水的他 顾不上干净 直接趴下去喝起来 就在男人起身想走时 突然被人拦住 那人告诉他 喝水必须要付钱 男人虽然没钱 却也不想再惹事 于是只好留下一匹马 然后继续前进 他骑行在寸草不上的荒漠 头顶的烈日 晒得男人直不起腰来 换来的水 也很快就被喝完 看着一望无际的荒漠 他明白 自己可能走不出去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的女人 突然出现在男人身后 女人想用一瓶酒 换他的马 可男人回头 看着已经追过来的杀手 毅然决然地 从女人手中 换走一枚子弹 随后向远方跑去 这时身后的杀手 也遇到了这个神秘的女人 为了报仇 杀手已经不在意 自己的死活 选择用最后的水源 换走一把枪 至此 两人都没有了退路 他们一前一后地向前走 谁都不愿轻易地放弃 然而 等死的滋味 是不好受的 终于 男人忍不住停了下来 转过身 与杀手对峙 他用言语不断地麻痹对手 随后去杀手放下枪之际 突然袭击 一枪将杀手撂倒 男人捡起杀手的枪 来到他的面前 杀手本以为 自己死定了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男人却将枪还给了他 杀手拿着枪 神情复杂地 看着这个杀害自己全家的凶手 他曾经无比的痛恨 做梦都想杀了这个男人 可是如今 好不容易有机会报仇 却怎么都下不去手 男人这时 也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将最后的水 喂给了受伤的杀手 随后扶起他 两人四目相对 虽然什么也没说 但彼此都明白 仇恨已经被放下 接着 两人慢慢地 向荒漠的深处走去 在不远处分道扬镳